今天吃什么 咱们来做个米糕 这米糕呢 在北方也有叫糕梗的 天津羊羹糕梗 这个是当地的一个名产 就是用米粉来做的 做法也很简单 这是我们小的时候少有的甜品之一 今天咱们的做法呢 跟咱们传统的做法基本相同 咱们边做边聊 这米糕的材料呢 主要就是米粉 我们小的时候啊 这米糕还是挺好的这么个东西 现在呢 很少有人在吃在做这个东西 我们今天呢 用的是两杯的白米 把它打成粉 然后呢 再加上一勺的糯米粉 然后呢 再加这个适量的这个白糖 您看您的口味 您喜欢甜的 这个糖可以多一点 如果不喜欢甜的 就糖就少放一点 把它拌匀之后呢 我们要把它加水 这米粉跟面粉不同 米粉呢 它不沾 不可能说像面一样揉成团 所以您加水的时候呢 要注意逐渐往里加 加的多 您蒸出来这个米糕 这米糕 这个最后是蒸出来的 它们不是说烤的那种 它也不会用烤 您蒸出来之后 水多的话 你蒸出来之后 它口感比较软 但是呢 有一个问题 就是您水多 一会儿 您下一步 就是过筛的时候 就麻烦 您如果水少 您过筛简单 但是呢 这出来之后口感不好 什么时候合适 多少水合适呢 掌握这个标准 就是您把它 后匀了之后 不断地给它抓拌 您感觉这个软硬差不多了 您把它钻到手心里 抓到手心里 再把手松开 它不散 当然一捏它就散 就碎了 但是您松开手之后 它还基本上是个团 这个软硬程度就正合适了 您如果比这个软 那您就不是太好摔 然后我们准备馅 我这个是熟芝麻和红糖 基本的比例呢 我抓的是一比一 因为红糖呢 这个甜度比较低一点 所以您稍微多一点点 没关系 如果您不喜欢 您可以少加 或者您用白糖 也都可以 我用的是红糖 这个口味比较好一点 今天咱们呢 做的是这个 桂花运膏 所以我呢 加了一勺的干桂花 蒸这个米糕呢 您需要用到一个容器 因为这个它东西 它是不成团的嘛 所以您有一个容器 把它给它隆下来 您可以用一个这个蒸笼 下边铺上这个替布 但是千万不能用碗或者碟子 因为它下边不透气 我今天用的是这个 烘焙用的这个小纸杯 这个呢 比较方便 您做好之后也不用切 这一个拿起来吃就好 就可以了 但是底下 一定要给它用牙签 给它扎上洞 为什么呢 我刚才说了 不能用碟子用碗 您用碟子用碗 它下边不透气 您蒸完了之后 周围熟了 中间 就是芯里的地方 很可能它不熟 然后您这个拿起来 知道它会散 因为里边是生的嘛 而且您这米粉 它都是生的 所以注意 一定要让它下边能透气 这才可以 然后我们要把刚才 咱们和好的这个米粉呢 给它过筛 过筛的目的是 让它 您一会儿组装的时候 它这个米粉 比较蓬松一点 蒸出来之后 您口感才软 如果您不过筛 或者甚至说 把它压实了 您蒸出来之后 它这个米糕 就是硬的 我们里边刚才 加了一勺的糯米粉 因为这个大米的 白米的粉 它是不会粘的 糯米粉的作用 就是帮助它成型 固定 但是您糯米粉 别多了 多了之后呢 它会发黏 尤其凉了之后 特别硬 以前这个 咱们前面说 天宁有个特产 叫洋葱高根 这个高根 就是高 干 干 吃的那个干子 说这东西 蒸完之后 挺干的 叫高根 您如果说这个 糯米粉多了 它不仅是干 还硬 刚才咱们说 您要掌握里边水分 您水分合适 蒸好之后 它就不干 您吃的时候 如果干 它就噎的话 如果不干的话 咱们就吃的 口感非常好 就不会噎人 咱们的这个 做法呢 是 今天做的是 桂花的这个米糕 您如果不放桂花 它是普通的米糕 您如果放点 茯苓粉 那就是茯苓糕 有人说 这个吃茯苓糕 心情就好 因为茯苓 它有一定的 这个安神的作用 所以 有这么说法 我们这个 刚才那个馅里边呢 还可以稍微加一点油 一般的 这个商家呢 会放猪油 您不喜欢就放 像我就放素油 就可以了 放猪油呢 会更香一点 您装的时候 不管是您用这个 一个小蒸笼 还是用像我这样 用这个纸杯 都是一样 下面先放一层米粉 不需要给它压实 就稍微把它摊平就可以 然后放一层馅 您馅多少 根据您的喜好 然后再放一层米粉 把它摊平就可以了 如此 把所有的都做好 或者用您小蒸笼 那就是一个 方法都是一样的 您学会说的 这个方法 不管您做普通的 这个米糕 桂花米糕 还是说这个 福林糕 都是一样的 就是咱们说的 您掌握的 这个基本的方法 稍微变化 您这个 就会变得很丰富 这个米糕呢 您蒸好了之后 它是非常松软的 中间的这个馅 您也可以变化 比如说里边 我喜欢放豆沙 放连绒 那您这个馅 不就更 就更丰富了 变成这个 豆沙糕 连绒糕 或者这个 放点这个 蜂蜜 芝麻 您自己 发货您的想象力 只要您 会了这个方法 关键就是 米粉 我们把它 排到这个 蒸笼里边 因为我这中间呢 放了一个碗 是把它能够 挤住 让它方便 固定它的形状 因为蒸好了之后 它就会这个形状 那么上火 大概蒸 15分钟左右 就可以了 你看 我们整好之后 上面再 撒上点 干桂花 非常的香甜 尝尝吧